6勤勃著思考發生到關於後續的保障問題 大宋一直都無法跟地方處理共識 立委本庫庭 每禮拜二 基本的公開過期也臨時出銷 竟是引起鄉民的本务 今天 憲念館議員庫濟河就接到海鳳川基民的臨情 雖然也協同鄉民代表五民議再都傳來了解狀況 庫濟河表示 如果後續一直都沒有看到6勤的生意 他們總會有真一步行動 六勤勃勃後 地坑六色都有在情出現 尤其是在勃勃地點上今天的海鳳川受到影響最大 大的地方處定和湯仔都破空 邊也會開 大後來 又造成老水 村民是非常無奈 你看 這是比較老舊的房屋 只要是山河宴的 這是比較老舊的房屋嘛 你看 那個屋頂的瓦都是掉下來的啦 裡面整個屋裡面每天都是漏水啊 已經一個半夜了都不用來處理 現在老人家住在這邊整天都要擦雨水 看他怎麼過日子啊 雖然已經有討論出粗暴的背上辦法 但是 村民對結果很無奈 而且完整拜祇要交開的協調會議 要喝時出銷 讓他們感到沒受到尊重 就向管理完科技和來頂竟 希望可以透過一個公道 我們海鳳家 所有我們的村民 對這次我們工作 將來不可以來參加協調 不可以對他們了解這次受的進行 但是 都適合參加協調 結果所有的結果 都沒有給他們 來報告給他們知道 也沒有給他們可以接收就對了 原本已經要修正的翁壽業者 也出現粉藥大量死亡的狀況 現在協調 現在協調 他們又要抽水 穿褲子頂頂開銷 可以說是一粒頭摩在收 像這區的尺寸要頂的東西 結果等到現在你看 慢慢一直在發 也不頂的 有人看 看到褲子有在頂端不頂 對 你看看水在流 按那個協調 流到現在那支電池 不能停過 對 這月開了時 我們一樣幫幫忙 開座 電池三個都要消磨 如果和公司頂出的背上版本 這麼多鄉民都感覺 真不合理 而且對博雜九今 六卿都沒有全面身去了解 受災的狀況 所以我們還是 又感受不到六卿的生意 以後會繼續控制到地 記者等下 蔡英雄報道